各位 大家好 我是QQ 來到今天我們會找最後三個文法 很快用了六十多天我們就找完N3的文法 這裡分享我用藍寶書的文法書 但我覺得其實不是很足夠的 所以建議大家除了看藍寶書之外 另外也可以去看山田寶書的文法書 我覺得都很容易自學 因為如果用大家的日本語 那個母老師跟著是比較難做的 而且他比較多練習 所以大家看完這些文法之後 是不夠的 記得要額外看多些課學書 好 那我們今天講完最後三個文法 首先第一個就是 でいただけますか? 前面很容易就是跟這個動詞的聽音 跟いただけますか? 表示的意思是請你什麼什麼 即是請求對方為自己做某件事 譬如我們看看最後的例子 這個是送人的禮物 麻煩你包裝一下吧 所以大家去日本買東西的時候 又想請電源包裝就可以用這個 不過最容易的說法 其實就是跟他說這個是Present 這樣他就會自然幫你包裝 這裏已經開啟了 で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 就是更謙虛更有禮貌的表達方式 然後第二個也是差不多的文型 就是で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前面都是跟動詞的聽音 表示可以嗎? 或者什麼什麼可以嗎? 是表示委員的詢問或者請求的 例如大家在餐廳就會經常聽到 待會員會這樣跟你說 お客様このお皿をさけ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客人你好啊 這個盤可以幫你先收拾嗎?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用這個文型 因為你是客人 所以他要跟你用這個敬語 然後他要得到你的同意才做這個動作 所以他就會用這個文型 然後最後第138個文化 就是這個sase de itadaku 或者是se de itadaku 都可以的 他的變法跟一個使譯形是一樣的 所以一類的動詞就是 這個ない形不要ない 加這個se de itadaku 二類的動詞也是不要ない形 加這個sase de itadaku 三類的動詞 suru就是轉sase de itadaku kuru就是轉sase de itadaku 於是請讓我 請容許我摩摩摩 是一個自謙的用語 就是請求你的上級 或者你的長輩 允許你自己做某件事 例如你想跟女士說 我想提到她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文法 先生 ちょっと体の具合が悪いので 今日は早めに帰らせていただい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老師 我身體有點不舒服 今天可不可以提早回去嗎 這個情況是你請求 他允許你做這件事 你才可以去做的 就不是你說 我想你幫我做 或者是我要做這件事 而是你要用這個自謙的用語 是否很複雜呢 學人找後 就會發現這些文型 挺有趣 其實都容易記 大家可以多看一些不同的日劇 就會經常見到這些不同的經語 以上就是N3138個文法 分享就會來到這裡 明天和後天 會分享一些特殊的用法 要背的生字 我們明天再詳細說 如果你想找這個生字卡 記得去我的IG 然後你想看日本的資訊 就記得去我的Facebook 想繼續找文法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 再見